说到圆明园的经典景观 要属位于西洋楼的大水法和远迎观遗址 近日 圆明园首次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启动对两处遗址的数字化存档工作 以三维扫描 摄影测量和全景摄影等手段对遗址开展全面记录 并对主要遗存信息进行重点提取 那么它主要涉及到的技术方面呢 一个是三维激光扫描 然后包括摄影测量 包括全球卫星导航技术 以及那个常用的全景技术 那都是一些现在比较常用的数字化技术 我们把它相当于综合的运用起来来采集这个文物的信息 在那个三维激光扫描的过程中 用那些小白球来进行定位 把不同站采集的数据 最后能够拼成一个完整的点云数据 对于整个这个大面积的遗址的话 它误差基本是控制在五厘米左右 那么对于这些文物的单体的一个精度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控制在五毫米到一厘米左右 据悉 圆明园的远迎观是乾隆时期的一组欧式宫殿 全部用汉白玉建造 实质和雕花十分精良 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 历经多次劫难 目前仅存残垣断壁 专家介绍 罗路在户外的石刻文物 遭受风吹雨淋 暴晒等自然因素影响 极易分化 受损 通过数字化可将破损文物进行电脑虚拟修复 还原文物完整状态 大家现在看到了 我手中这张图呢 是乾隆年间 宫廷画是伊兰泰绘制的这个西洋楼铜板图中的遗坟 这个是远迎观 就是后面这处遗址 包括上面这个雕花石柱 现在还能看到 我们通过这个三维数字化工作呢 就要把这个遗址和石刻的现状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 因为文物都是有生命的 一旦发生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些三维数字化的记录来对文物进行一个修复 据了解 除了文物修复和研究作用 数字化存档也将为景区游客提供新的游览体验 每次来圆明园游览 可能大家都要在这儿来打卡照相 这就是大水法 由于文物保护的原因 大家不可能像我这样站在这个台子上来欣赏 但这背后的文饰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 由于是由这个西洋人 老师宁和江友人设计中国匠师来制作 同时呢 也融入了这个当时的原主人乾隆皇帝的一些他的思维 他的审美 所以他的文饰都是中西合璧的 中间是一个巴洛克形制的一个大贝壳 同时呢 还有这些西洋的卷草 但组合起来 这是我个人认为啊 像一个凤狂一样 非常的美 这些文饰呢 是大家即使来了圆明园 清临其境也不能看到的 但是可以通过我们三维数字化的工作 大家通过手机 通过电脑 放大无限倍的可以看 近年来 圆明园管理处持续开展 对修复文物 库藏文物 回归文物的数字化存档工作 目前 圆明园推出的线上展览 就展出百余件数字文物 为公众提供云观赏体验 对修复文物 回归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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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修复文物 回归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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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文物